朋友们大家好 电源适配器在生活当中用的是比较多的 假如我们遇到9V或者是5V的这两个坏了 我们手里面没有合适的怎么办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这个12V的 给它简单的制作一个降压电路 就可以代替9V的或者是5V的 方法也非常简单 家里边的这些坏的电器 这些主板我们千万不要扔 这个就是坏的一个电源适配器 像一些别的小家电上面也都有这种2G管 这种2G管的型号是EN4007 我们可以把它拆下来 把拆下来的这些2G管 我们都给它用串联的方式给它焊接起来 如果家里边没有烙铁的情况下 直接给它拧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焊好以后就这样子的 我现在是串联了10个 今天我们就用这个12V的电源来制作 这是个好的电源 我们不需要把热线剪断 因为剪断以后 我们这个以后说不定就不好用了 我们可以找两条导线 这个中间 中间这个内部 它是电源的正极 我们把它插在这个里面 这个蓝色线接在外边这一层 外边正是负极 正极接在2G管的负极 然后这边我串联了三个2G管 发光2G管 如果不穿梁复杂的情况下 测车电压测的是不准确的 它会测出来电压偏高 我们现在通上电源 然后用热线表来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 我们测一下这个总的电源是多少 11.91 这是一个12V的电源 我们经过一个2G管 然后再测一下 11.28 它降的是0.65 大概不到0.71V压降 一个2G管可以降0.7V 四个2G管我们看一下 9.39V 如果12V想让它变成9V的情况下 我们只需要串联4个2G管就可以了 我们再测一下10个2G管降多少 降到5.64V 如果我们想需要得到5V的电压 最好就用一个9V的电源 串联6个就可以了 一个2G管可以降0.7V 6个就是4.2V 所以说是9V-4.2V正好是5V 没必要用12V的 12V的我们需要串的太多 也比较麻烦 这种降严方式也比较简单 我们只要记住 一个2G管可以降0.7V 我们用这个计算一下 就能知道需要几个2G管 实际上也不需要用万用表 计算出来以后 我们把这个都给它拧到一块 然后把这个坏的电源 这个线我们给它剪下来 剪下来 然后接在这上面就可以了 接上去后 我们拿个G管交代 把它缠一下就行 好了朋友们 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